新台湾新光大道 今天有個很重要的新聞 剛剛親民黨公開喊話 他說國親還是可以談的 可是國親和要靠創意 而且這個禮拜是關鍵期 今天是他們的秘書長 秦先生自己出來講話 他說親民黨願意以最大的創意 跟國民黨促成合作 這是一個很大三例 可是要靠什麼 要靠創意 他就不會說什麼 我們跟你國民黨這個合作啊 不能夠說叫我們不要提不分區的 這不是國民黨最大的一個三例 可是呢 宋楚瑜已經排除了 立法人遍地開花的 再問一下 問一下林委 很好 第一個趕快有創意看怎麼解決 第二個我們不會遍地開花 這個就是我一直期待了 而我也是在這個台開始講 要求金武聰撤告 我甚至講到說 你不撤告我只要上這個節目 我就要罵你 我如果這對話 而且我敢在這裡我敢講 我早就跟總統面對面 在總統都跟他講 在總統專機上也跟他講過 我就認為 你金武聰不管什麼 你就要撤告 先展現你的誠意 現在我覺得這個就是善意 秦金正出來講話 國民黨就要放心一點了 這個人就是鴿派 這是一個我很尊敬的一個老大哥 秦民黨以前在的哪個人不喜歡他 國民黨都知道他這個大的鴿派 而且非常有善意的一個人 我覺得今天他講的最好一件事就是說 他已經排除遍地開發的佈局 那國民黨是不是應該出來講一句話 至少謝謝宋憲 難道要像我這個小人物出來說 宋憲 謝謝你 你的善意我們看到了嗎 你國民黨高層應該出來講這樣的話 另外很重要一件事 我們要務實 作為一個自己的政黨 他有他的主體型 你怎麼說不溫區都不讓他提名 這是不對的 不溫區還在提名 現在應該喬的地方 第一個希望宋憲拜託你不要出來選總統 因為我們都是有一樣的政治理念 希望兩岸關係穩定 對不對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那區域立委要提名的地方 不要遍地開發 你決定提名的地方 國慶坐下來談 看我今天在報道上也講很清楚 誰比較強的地方 你就看用做民調 用其他什麼樣的方式 讓對方去真正強者出現嘛 王建軒的模式 選前即使登記的選前 他都還在講說 大家投票給這個馬英九 選台北市市長不要投給我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今天 親民黨這樣的話 國民黨坦白講 也要展現最大的誠意 向親民黨說謝謝 而且這裡面 我認為最重要就是要有創意 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要有創意才能解決 自愛難行的現在的困難 可是那個創意偏偏是最難的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跟親民黨 這時候都要推鴿派出來 然後找出最大的 用最大的創意來解決問題 洪輝 這個喊話看起來是有很大的一個三例 特別是什麼 他本來是遍地開花 每個地方區域人家提的 他竟然清楚跟你講 我不會遍地開花 而且我願意跟你談 可是要有創意 你不曉得波恩區不提名 他創意在哪裡 我覺得從金輔中撤告 還有宋主席昨天出來 接受媒體的專訪 說了一些話 事實上都是希望能夠企圖 降低一些支持者的焦慮感 但是我比較希望說 這個標題 國慶和靠誠意 你知道嗎 不是創意誠意 真的有誠意 其實就會有創意 如果只有創意 而沒有誠意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像 像月亮一樣初一十五不一樣 其實我們這兩個多禮拜 看到的不是就這樣反反覆覆 那我非常瞭解那個 林委員他的一個 真的陰陰的期盼 但是我覺得 秦先生秦秘書長 因為他其實長期也在做 行政的這個事務 然後他過去的作風 確實我覺得 一個政黨真的要有負責任的態度 他比較溫和 對 那麼這邊當然談到的是 有關於立委的部分 那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如果宋主席宋先生 已經決定 根本不會選總統 我們剛剛講 其實民眾很多的疑慮 等於說一個一個的隱性 你把它拆掉嘛 我認為最大的隱性 在於你要不要選總統 如果說今天其實 宋主席或者親民黨的評估裡面 其實已經沒有總統這項了 能不能早一點說 我覺得這個才是 對所有的這個 蔡蘭支持者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這是我真的覺得 這是親民黨 真的才拿出一個誠意出來 楊老師今天這個公開行話 看起來就是 宋大概是不會選的 更進一步 他連區域立委都說 我們有創意嘛 所以就是用民調去決定 像王菅欣這個模式 秦京生都講了 只講了區域跟部分區兩件事情 根本不太提總統的事情了 他如果這個都不屬於創意 或者誠意的一部分的話 那我看不出來還有什麼 如果講完這段話 最後宣布要選總統 這才叫有創意啊 那個不是出來那個叫發瘋嗎 那個是不斷叫政治自殺 那個恐怕最後的結果 那也無所謂了 這也影響不到了嘛 所以我認為那部分 基本的確只是時機的 我相信這個禮拜下禮拜 如果這一部分確實能進行啊 更何況不要片地片開花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啊 就是說國民黨已經有具體的 非常具體的某地 某甲某椅某柄柄柄 要要由誰不由誰的問題了 換句話說 親民黨也沒有非提實名 以上的限制了 那這個談判的彈性空間 就非常大了嘛 所以為什麼叫創意 創意就是說 我有空間可以談 並不是說你已經提名死了 那我已經有這麼多人了 那我都已經卡住了嘛 現在我也不一定要非實習以上 那我也可以 可是不分區你不要堅持 我這話講得很明白了 國民黨都讓新黨提不分區 我為什麼親民黨 我怎麼可以 那你親民黨不提實習 沒辦法推不分區 可以可以 按照條文可以 那裡面的條文原來就可以的 原來可以 那之前親民黨在堅持 我對遍地開花的解讀是這樣子 是花嗎 遍地開花是花才叫開花 親民黨之前講的那些名單 我把它用A B C開來分 有的還不知道怎麼編列 因為聽都沒聽過 還要去Google一下說這是誰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開不出了花 還說我不開了 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親民黨有接觸很多的 很多都是你的以前的 你的後邊又你的來賓這樣 你們要不要選什麼 四處去接洽 我不是說這些朋友不好 可是我們現在是要選立委 你覺得你適合當個立委嗎 所以其實我對林毅光偉的樂觀 我是潑點冷水 跟他講一下就是說 以後怎麼辦 總不能四年就抓狂一次 這是不對的 你要自本 而不是這樣子 這個聲明 這個緊急行話這個聲明看得很重要 這個比金普通側告還更重要一點點 因為他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宋主席大概是不會選 因為本來已經硬碰硬嘛對不對 那不遍地開話 就表示是可以協商 而且他有跟你講喔 可能他有實現喔 我這個禮拜也是會提一部分的區議立委 你要趕快來跟我協調 其實我覺得宋主席是贏了耶 為什麼說宋主席 宋主席是贏了 其實一開始我就不認為 宋主席真的會參選總統 他那時候一開始就講很清楚 他不會當犯人的罪人 那剩下的就是區議立委的提名 然後不分區 顯然這兩個他都拿到了 未來親民黨會有一個黨團 未來親民黨在區議立委也會有人 然後國民黨開始退讓了 一團和氣 一團和氣 這場戲演到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團和氣 可是 可是回過來看 重新取得政治角色 重新取得政治權力的宋先生 未來怎麼做 因為我看不到他的價值 我只看到個人的位置 那當然泛南可以為了一團和氣 各自有所退讓 讓這個宋先生不會去參選總統 然後換得最大的勝利 可是在這一場遊戲裡面 我看到的還是傳統的宮廷政治 這個喊話的背後是不是宋主席 接下來就會宣布他不選了 那問題是兩邊要創意 怎麼樣才是創意呢 善意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回來再討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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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